温佛名号 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 这一念不读我 一念 我们看到这个字 实实在在是 不了解一念的意思 什么叫一念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这一个弹指 时间很短的 有多少个一念 那菩萨说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一百个千十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三百二十兆个念头里头的一念 太短了 就是这一念行 里面有行爱 听到之后欢喜 念念都有行爱之心 这个人 这个人 善根福的姻缘 统统居住了 所以 他会归一三宝 归舍回头 一是依靠 从一切法里头回头 专门依靠 阿弥陀佛 离尽 如说修行 如说就是如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弥陀经上所说的 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齐心动念 是思想错误的行为 言语 言论错误的行为 造作 是身体错误的行为 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 修正的标准 本经所说的 前面我们修过 第32评到37评 第六评经文 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律 内容是细数 无尽是尘 讲得很详细 讲戒律 讲报应 相应苦 善有善苦 我有我报 这是修行的起步 修行的基础 修正错误行为 那么就得大力 这个大力是经中所说的 无比舒适的利益 你生到极乐世界 那这个身 缓 经上讲得很清楚 往生的人 把这个身体放下了 那为什么 身是生灭身 代表所有的 是一件人说 灵魂 灵魂 坐在灵花当中 往生的人 灵花花生 灵花开的 你上去了 坐在灵花当中 灵花喝起来 佛带着这一朵 这一朵灵花 到极乐世界 放在气泡池里 人在灵花里面 就起变化了 这个变化 就是大力 灵花里面 得了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不是物质 这个物质 之身 是阿类耶的相分 我们现在 起心动念的念头 是阿类耶的见分 阿类耶是妄心 不是真心 不是真心 所以这是虚妄的 在灵花里头 转 八十 臣四肢 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 阿弥陀佛的价值 一般 圣文元教 三臣菩萨修行 要转八十 要转八十 乘四肢 需要多少时间 真的要无量解 那元教 是心菩萨俄 是个为词 别教 为词就更多了 是主 是行 是会想 前面还加上 是行 要等到出地 才真正 转八十 臣四肢 转过来了 多费劲 极乐世界 就在莲花里头 转过来 到底什么是 法性神 居住的环境 是法性土 跟我们这个世界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法 通通是生别法 有生 有灭 我们的身体 科学家告诉我们 基本的物质 就是细胞 人身体 有多少细胞 大概有 六十兆 它是不断的 新的细胞 老的细胞死了 排泄出去了 新的细胞 在饮食变成新的细胞 来换这个老的细胞 来换这个老的细胞 每一天 新陈代谢 多少个细胞 七千亿 单位是一 七千万万 我们的细胞 每一天形成 代谢 有这么多 所以 前一秒钟的我 跟后一秒钟 不是一个我 不一样 那么 桌子 也是新陈代谢 房子 居住 以至于地球 都是新陈代谢 我又一样 不是生灭法 所以佛告诉我们 动物 有生老病死 你能够觉察得到的 植物又生住一灭 旷物又沉住坏空 这都叫生灭法 那么发性身的呢 是不生不灭 你得的发性身 瘦 是无量瘦 怎么又生老病死 所以 永远年轻 没有衰老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睡眠 这个身体 是我们 梦为 喜求的 这身体多好啊 诸佛如来 是这个身体 法身菩萨 是这个身体 住在 舍宝图 舍宝图 身图 都是法性变的 不是阿赖耶 舍法界里面 一正庄业 阿赖耶变的 本质 不一样了 本质不一样了 阿赖耶